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2021年4月份的星座运势 那在这个月里头呢 星像是好坏残版的啦 所以大家的运势大概也都是属于好坏残版的一个局面 另外就是呢,在这个月里头呢 会有火星还有海王星的四分像 那是这个月里头最不好的一个形象啦 那因为这个形象呢 会发生在双子座还有双鱼座这两个星座上面 那当然对这两个星座的朋友们 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 另外就是呢 它也会让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倾向呢,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争吵啊 吵架啊,吵吵闹闹比较多啦 那另外就是假讯息会非常的多哦 可能数量会比过往来的更多一些哦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四月当中会觉得 这是一个相当热闹的一个月份 好的,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四月份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四月份的星座云市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在工作上呢 其实是属于好坏参半的哦 好呢,是你的事业运还不错 工作表现还蛮棒的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面对同事还有客户的部分 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那在四月六号到四月二十八号 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是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事业运特别好的时间点哦 那这段时间是还蛮长的啦 在这边先恭喜一下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其实你和上司跟主管之间的 沟通是还蛮棒的 这段处女座的你呢 工作表现呢 是相当的好的哦 所以很多处女座的朋友们 是会受到丧失的肯定 还有一些器重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会让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得到升职的一个机会哦 另外就是呢 如果你是正在找工作的 处女座朋友们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去面试呢 是会很受到面试官的喜欢的哦 那当然录取率也会很高 如果呢 你之前已经有去面试过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 也还蛮容易拿到录取的通知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也不是只有好运啦 在四月二号到四月十八号 这一段时间呢 如果你是从事销售业务 或是服务业工作的处女座 在这段时间当中 面对客户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 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 讲话不清不楚 个性比较如的客人 所以你要多花一点耐心 跟客户好好的沟通 告诉他一些比较细节的事情哦 这样子的话呢 会让这些客人 对你的态度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说你面对客户的时候 比较不耐烦 甚至于是臭脸的话 就比较容易被课诉哦 那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是比较容易弄错 或者是忽略你的客户 交办给你的事情哦 客户可能就会因此 动怒发脾气啦 所以我会建议处女座的朋友们呢 面对客户的一些叮咛跟要求呢 你一定要仔细的记录下来 千万不要遗漏咯 那4月22号到4月29号 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是处女座的你和同事之间 互动合作比较不好的时间点哦 那有一些同事呢 会怀疑你的专业能力 或者是质疑你的做法正确与否哦 那会让处女座的你觉得不太开心 那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呢 是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呢 你和同事之间哦 是属于这个工作立场跟想法都不太相同的一个情形 那也因此呢 在合作方面就不太顺利哦 团队合作上的表现呢 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职场的气氛当然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就不太好 接下来是金钱还有财运的补费 那对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财运是属于好坏参半的 在4月1号到4月23号这一段时间当中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赚钱方面是还蛮顺利的 特别是如果你是自己当老板 或者是呢 你有在做一些副业啊 接工作啊 做一些网拍的话 或者是呢 你是做这个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业绩都是相当优良的哦 生意很兴隆 但是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头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4月9号到4月22号这一段时间当中 投资理财相关的运势真的不太好哦 做错决策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后果 所以在做任何投资理财的决定之前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想清楚哦 那在这段时间当中 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是特别喜欢享受哦 可能会花一些钱去买一些很高贵的名牌 或者是去吃一些很贵的餐厅之类的 那当然享受不是坏事啦 只是预算还是要控制一下哦 接下来呢 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小考还有少年考试的运气呢 在这个月里头大概都是中等的哦 只要好好念书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有还不错的一个表现哦 那在大考还有证招考试方面 4月1号到4月21号这段时间当中 是大考还有证招考试方面 考运相当良好的时间哦 那处女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记忆力理解力还有计算能力都很强 所以在数理方面呢 是比较容易拿到好的成绩的哦 但是呢在4月22号到4月29号这段时间当中 处女座的同学们在大考还有证招考方面 考运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哦 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处女座的同学们是比较容易紧张的 那考前呢也比较容易有吃坏肚子的情况发生哦 那因为身体健康出状况的一个影响呢 会导致处女座的你在考试的时候 发挥比较没那么的好 所以呢在考试之前记得放松心情 让你自己的心情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还有吃东西之前呢要记得先确认一下哦 你吃的东西是不是新鲜的 那只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呢 考试的时候自然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哦 接下来呢是桃花韵的部分 那对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在这个4月份当中桃花韵真的不算好哦 好桃花大概就是两三天两三天 零星出现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比较没有那种长期的好桃花韵哦 但是呢在这个月里头烂桃花出现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咯 所以桃女座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那在4月2号到4月18号这段时间呢 是桃女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要特别小心的时间点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很容易遇到的烂桃花类型 是用情不专很花心 而且呢油嘴滑舌 自己本身可能已经死会 又想劈腿到你身上的这种用情不专的不良对象 所以我会建议出你做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千万不要只听信片面之词 就喜欢上某个人哦 太容易晕船的话 在这段时间当中很容易吃亏哦 在4月9号到4月22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是烂桃花比较多的时间点哦 那这段时间要当心的是呢 只想要你的钱还有你的肉体的这种烂桃花 并没有想要好好跟你谈恋爱啦 就是想跟你上床 然后从你身上偏一点钱的这种对象 有可能会出现哦 所以处女座的你呢要特别小心跟注意 那如果你没有辨识清楚的话 有可能会人才两失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处女座的你会发现哦 你的另外一半是处在一个比较多愁善感 比较容易乱想压力也比较多的时间点哦 是需要处女座的你呢 多体贴多陪伴他的一段时间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处女座的你 如果发现你的另外一半有眉头绳索 心情不好的情况呢 就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呢 和你的另外一半多聊聊哦 开讨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那处女座的你呢 要记得多说一些关爱的言语哦 给你的另外一半多一点正面的支持和力量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更加的爱你哦 在4月2号到4月18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处女座的你和另外一半之间 沟通比较不好的一段时间哦 你的另外一半情绪欺负比较大一点 比较容易臭脸心情不好 讲出来的话呢 会是比较直接伤人的哦 但是我会建议处女座的朋友们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 真的不要再跟你的另外一半计较啦 你的另外一半呢 真的是在耍脾气 而且他真的过得不是很好 是很需要你的关心的哦 那记得原谅你的另外一半 还有呢 鼓励你的另外一半 把心情不好的部分说出来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另外一半呢 把不愉快的心情给排解掉 也能减少你们吵架的机会哦 那4月9号到4月22号 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要小心哦 这段时间里头呢 外来的勾引和诱惑 会是比较多一点的啦 就是有人想当第三者 想要激进你的感情当中哦 那为了你目前感情 还有婚姻的这个圆满呢 当然是建议处女座的 你一定要拒绝掉 这些外来的诱惑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处女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安全相关的运势 大概都是中等的哦 就零星偶尔几天呢 是属于交通比较不好的时间点 所以呢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部分上呢 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们 要记得去看哦 那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健康也真的不太好哦 在4月9号到4月22号 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包括心血管 还有密尿排泄系统 还有复刻 这几个部分上是比较弱一点的 也是比较有可能会出状况的哦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尽快去请医生 帮你检查跟治疗哦 那4月22号到4月29号 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处女座的朋友们 比较身躯体弱的一段时间 那有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会觉得体力比较差 比较虚弱一点哦 补充营养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是很重要的事 那有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会吃到不干净的食物 而拉肚子哦 在吃任何食物之前呢 一定要先确认一下 你吃的东西是不是新鲜的哦 如果已经不新鲜的话 就千万不要吃下肚子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新作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秘斯 我们下次见 拜拜